阴间的鬼魂他的相貌会变吗 阴草地府里面有白天跟黑夜 有春夏秋冬吗 每年都这么多人去世 又新的人生出来 那到底是鬼多还是人多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位叫黎树的先生 他在19岁的时候呢 去地府阴间当了几年判官 在他快对休的时候啊 跟他的朋友聊天 说起了这么一段经历 他回忆这个的时候呢 已经快60岁了 当时和他聊往事的这个朋友啊 叫做林佑湘 他是军队里的一个参谋长 这本书呢 后来在1944年出版 又70年代的时候呢 在台湾经过后人的整理 又出版了几次 那我今天呢 就精选了黎树啊 他在跟朋友回忆过程中 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片段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阳间的活人 为什么能做阴间地府的判官 其实黎树自己当初也不清楚 作为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平白无故 被鬼差邀请去阴间当判官呢 他也问过他的阴间的同事 他的同事说 他在前几世的时候啊 就曾经有过大活人 去当判官的经历 出于这种 比较有行业工作经验的考虑吧 所以呢 地府的上级呢 就邀请他去做 做了几年 感觉累 后来才辞职的 他就说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他们每次审案的时候啊 似乎眼前就会有一个 3D展示的这么一个镜面 可以把当前这个犯人啊 或者当前那个鬼魂 前几世那些比较重要的片段 就快速地散过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也不是凭借那种什么规则 什么具体的法律法规去判案 就全凭着善恶 全凭着那种对情理的 这种本能去判的 反而会判得更加的准确 符合情理 他说每个人死后啊 他是先去地府 直接接受审判的 如果这个人没有问题 那就安排转世投胎 那这个人姻缘没到 那他也有可能会在地府里等待 但是这个人 如果生前是有恶行的 那就会当下被判官 直接安排去地狱里受刑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姻间当判官 他也是分区域的吗 有没有报仇 黎树先生回忆说 他当时被分配到的是 华北五区的这么一个行政范围 华北五区是哪里呢 就相当于现在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和内蒙古 居住在本地的人有他省 旅行到本地或者旅居在本地 在这里意外死掉的 身边死掉的也是贵他省 刘树先生他还说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 他刚刚开始当判官的时候 还处于清朝末年的时间段 他和他的鬼差朋友们啊 出现在公堂上穿的都是清朝规制的官服 到了民国那些衣服突然就变成了民国的一个装扮 他会自然地随着那个时事啊 阳间是什么朝代穿什么衣服 他们阴间的鬼差和官员都穿什么衣服 很有意思的还有一点就是公文 也是根据当时的一个情况的 如果是清朝的时候就是清朝的公文 到了民国就是民国的一个公文 黎叔呢他也知道他的大领导是东越大帝 其他一些区域的阎王爷呢也是他的同事 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为什么 因为阴间并没有这种团建的概念 也不是说所有的同事会定时聚一下 就是各干各的事 他每一次呢都是鬼差 直接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府衙门 进自己的办公室 直接就开始省 省完了也就送回来 报酬呢也是有的 但是他是阴间流行的货币 对他一个大活人来说根本用不着啊 所以他也就从来不领 他也不会在阴间吃任何阴间的饮食啊 饮料啊什么的 都是去干活干完直接回来 那没有报酬的话 去阴间当官还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无非也就是知道了一些善恶的规则嘛 自己做人的时候也会更加小心一点 有敬畏之心 那说额外的好处的话 就是他有一次空闲的时候 也跟他的同事聊天 问起来说 我能不能看到自己未来会投胎在哪里 他的同事呢也跟他查了一下 说他很有可能会投胎到河南 但是距离自己当判官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也不知道决定后来会不会改 他说他有一些鬼差同事啊 也因为这个便利啊 找到机缘可以选择更好的人家 可以选择更好的时间去投胎 这也是一种能在阴间当差的好处吧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鬼魂到了阴间 他就会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呢 你会不会遇到狡辩的人 黎叔说 大部分的鬼魂刚到的时候啊 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或者是也有刻意隐瞒的情况 但是当那个3D投射的 这个正面的这种屏幕 展示了他们所有的罪过以后啊 大部分人都会扶手认罪的 也就是随着他安排了 也认命了 但也会有一些鬼会狡辩 就是看了那个也会有狡辩 他就遇到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 平常在人世间呢 在人前都是一个大善人 大慈善家 但是他暗地里干了很多坏事啊 他以为别人不知道 那么阴间就把这种行为叫造阴沃 他当时给他看了他所有的罪行 他也不说话 他也不认罪 他就低头开始念金刚经 当时黎叔刚过去当鬼才 没多久 他并不知道说念金刚经意味着什么 他就很火 看他不认罪 就是给他判 让他下地狱去接受刑法 但是呢 他身边的那个鬼才同事就拉住他 他说念佛经的人啊 他头顶有金光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给他直接下地狱了 他要去投胎了 因为这是他的功德 黎叔就急了呀 这个人造了这么多恶 他为什么不用接受惩罚呢 造恶有造恶的果 念佛经呢 有念佛经的果 念佛经说他要投胎啊 那他投了胎 再回来 又念金 再投胎 那他是不是几百年都不用受惩罚呢 鬼才说 那不是的 你可以让他投胎以后 胎死腹中啊 或者让他生出来以后 没多久夭折啊 总之在他学认智之前 总之在他还不知道佛经是什么的时候 就挂了 再回来 你再给他受惩罚 因为能在前几世犯下的罪恶 后面还是要去履行这个果的 他一听 诶 这个法子绝 他就按照这个鬼才同事的建议去操办了 第四个问题就是 阳间的法律 我们都知道是有具体的法律文书的 阴间的法律又是什么样呢 你一个活人 连阳间的法律 当时都还不懂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去评判阴间的案子呢 他说很简单啊 不仅是有那个3D的 类似3D的投影品 会把一个人的善恶都写写你看 你按情理去判就可以 那这个情理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你干这件坏事的起因是什么 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 由这个来判断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有个人贫困潦倒 非常饿的时候 去偷了一块面包吃 他只是为了解决当前要饿死的这个问题嘛 或者他只是偷了一个富人 就是很富有的人 你只是偷了他一点点钱 用来给家里人买饭吃啊 干什么的 他不会造成很坏的结果 因为这个富人不会变穷 他偷面包吃也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但是如果一个人去偷富人的东西 导致富人的仆人被冤枉了 富人打了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如果因此受伤 残疾了 或者甚至被打死了 或者这个富人打了这个仆人以后 仆人因为羞愧啊 什么原因他自杀了 那这个果就非常严重了 就不是偷盗的行为 可能会上升到比如说 那个杀人偿命的这种问题了 那这种结果就是比较坏的 再比如说你偷了一个病人的钱 导致这个病人没有钱看病了 他最后病死了 那你也造成了一个很坏的果 那这样子的情况 你到地府里来受审的话 那可能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那你有可能就是要下地医去受刑罚了 那我们就按这个情理呢 来推算他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啊 怎么惩罚呀 这样子的一个推断呢 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外国人死了以后 他的灵魂也是去地府受罚吗 你有判过这样子的案子吗 他当时当判官的那几年 刚好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 特别是在八国联军打北京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死伤了很多的将士 很多的老百姓 那也有一些外国人 那个时候来的比较多 他们确实有不少外国人的鬼魂 兴奋基督教的 他在地府里念圣经的时候 或者是背诵圣经的时候 他头上也会出现光环 还有一些人啊 他是就算来了地府 但是他们是没有资格省的 这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他是为国捐躯的 他或者是那种人世间特别好的人 或者是学士特别渊博的 或者是修行很高的高僧 这种人一来地府啊 有时候地府都没有走进来 屋顶上就会出现一道光 把他给接走了 还有些人就是进了公堂 没多久 也就升天了 根本轮不到他们来世 他当时就一个战争里面死去的将领啊 机位是比较高的 甚至是起身去衙门口去迎接的 就是还没怎么接到的时候呢 这个将领就随着一道光走掉了 外国人的语言沟通有困难吗 他说这个外国人一来公堂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听懂对方说的话 有点像那种意识交流 大概就在黎树先生 当地府判官的15年以后啊 民国有一个名人叫张太言 张太言是个国学大师啦 他当年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的时候呢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他中间就有半年的时间啊 也当过地府的判官 但是他的级别呢 可能比黎树先生还高一点 他被请去当判官的那个 接风宴会上啊 当时有什么呢 有亚洲人 有欧洲人 印度人 而且他的同事也有外国人 那说明当时地府也是紧跟潮流啊 不仅有了一个五大洲的概念 因为张太言先生当时还回忆说 他的印度同事啊 还负责亚太地区的 黎树先生他是被邀请去当判官的 民间呢 也有一些活人 会在大白天的时候呢 替鬼差去捉新魂 有这种事情吗 黎树先生说啊 这是有的 因为那些大富大贵的人 家里的房子啊 一般都供奉着各种神灵 各种神仙保佑他们 同时呢 这些大富大贵人家里 通常都有很多的仆人 很多仆人呢 是那种年轻力壮的 阳气也很足 北京城啊 有很多军阀 他身边是有保镖啊 护卫啊 或者是士兵什么的 你想一群男人 在兵营里面 其实阳气很旺盛 当这个将领死掉以后啊 这个鬼差是没有办法 进那个地方去捉拿新魂的 那么他们呢 就会派活人 从露体暂时离开啊 奉鬼差之命啊 进去以后呢 把这个将领的魂魄 给拘到地府来 接受审判 阴间的鬼魂 他的相貌会变吗 我们都知道人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脸型会变 这个鬼魂在人死后 他的样貌会变吗 黎叔说不会的 他说人死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这鬼魂的样貌 就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被刀砍的 被分尸的 或者是因为一些意外情况 尸身残缺的 作为鬼魂来到地府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形 并不是说他砍掉一条腿 他的鬼魂就是少一条腿的 他是完整的 但是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有刀伤的人 他刀痕的这个位置啊 是有学字的 死得特别惨的人 他的面相会比较凄惨 就像有很多很烦恼 很痛苦的事情 有脸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表情 就是凄凄惨惨的这种表情 死得特别特别惨的人呢 他的面容就会比较模糊 看上去会比一般的鬼呢 五官不清晰 所以鬼魂的样貌是不会变的 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那他就一直会保持这个样子 阴曹地府里面有白天跟黑夜 有春夏秋冬吗 黎叔说 其实在阴间啊 他也是有白天跟黑夜的 但是春夏秋冬的这个界限呢 不是很明显 他的白天啊 跟我们看到的白天不一样 他没有那种明显的阳光 你也看不到云层 就是这个空气永远是那种 雾蒙蒙的 黄澄澄的那种感觉 他们也有白天跟黑夜 早上八点到十二点期间呢 光线会略微亮一点 十二点以后呢 这光线会越来越暗淡 鬼呢 通常也不会在阴间的上午出来 半都是躲到暗处的 那么春夏秋冬这个概念 在阴间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的夏天会比人间凉快一点 因为他没有很热的那种大阳光嘛 但是他的冬天会比人间更加冷 冷到那种极致的感觉 如果人类是在阴间的冬天去探访阴间 你会有这种冷到钻到骨头缝里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会烧纸钱给阴间的故人 那么阴间的鬼魂 他在那是如何生活的呢 他们在阴间会不会吃饭睡觉 会不会休息 会不会生活结婚之类的 李叔说 其实鬼魂呢 在阴间他也是吃东西的 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呢 他们不是一天吃三顿 他们可能好几天才吃一顿 一顿可以顶好几天 他们其实也有蔬菜水果啦 品种也比较多 但是怎么都没有人间的这种食物好吃的 鬼魂他也不睡觉 他们也有床这种东西 但是他们不是躺在床上睡觉的 通常鬼魂在累的时候 就靠着墙角稍微密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鬼魂会呆在角落里发呆 他可能就是在休息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躺在床上睡觉的这种感觉 人们在阳间烧给阴间的那些纸钱 供品他们能收到吗 能收到 但形式不是我们理解那样 比如你给他烧纸钱 他确实是可以花可以用的 给他供的那些食物呢 他们只是能够把那个气给吸掉 把食物的这种生气 那种概念 比如苹果有苹果的香气 那你供给他的时候 它是可以品尝的 它可以把那个气消掉 这也是为什么 供过的那些食物啊 它会很容易腐败 你同样两只苹果 一个苹果供过鬼魂的 一个苹果是正常的 供过的那个苹果 就会非常快的速度腐败掉 那么人死后到了地府 这个鬼魂也会结婚生小孩吗 他们住在哪里 黎硕先生他说啊 鬼魂其实也会结婚 鬼与鬼之间结婚生出的孩子啊 叫鬼婴 但是这个孩子呢 他只有气 没有人类的那种洋气嘛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投胎的 这就相当于团气而已 那他们是住在哪里 是住平常买他的坟墓吗 他说是的 他们一般就住在哪里 那个是他们的家 平常烧给他们的纸钱呢 他们也是可以接收到能用的 也可以去阴间店铺里买东西 那差别就在于 阴间有很多店铺 但是这些店铺都是小小的 就有很像人间那种小小的档口 小小的个人店铺 并没有那种很高大很漂亮 或者规模很大的这种商业运营中心和商场 这种店都是没有的 这些小店里没有卖很丰富的商品 一般也就是卖一些基本的用品 基本的食物之类的 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项 每年都这么多人去世 又新的人生出来 那到底是鬼多还是人多呢 又或者说是鬼怕人多 还是人怕鬼多呢 黎树先生就做了个解释 他说鬼的总数啊 其实要比人多的 在他看来啊 这些鬼魂在阴间来来往往 到处都是 所有岸的角落里 都堆着很多很多的鬼 他们一堆堆的 或者是一处处的 都在角落里待着 就算在阴间的人行道 鬼魂也是喜欢待在路的两侧的 他们不太会走中间 为什么鬼会比人多呢 黎树先生他也进一步解释啊 因为投胎是有规则的 不是说每个人死了以后 他都有机会投胎 首先投胎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第一原则是 你必须跟被投胎那户人家 是有渊源的 是有一定的缘分的 那如果一个老头子 他生前一直住在一个小村子里 这个村子人也不多啊 交通不便 他一辈子也没出那个村 那他能够认识的人 跟他有缘分的人 就那么几户人家 他如果来到地府 他要等待投胎的那个机会 就会很少 他可以选择的人家也很少 他就要在地府 比人家待着更长的一段时间 那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走出去的 他在人世间有很多的朋友 他做的事业也比较大 交往的人也比较多 接下来善缘的人家也多 那么他在转世的时候呢 他面前可以选择的机会 也就比别人更多 因为必须是有缘分 是认识的人家哦 所以每一个来到我们世界的小孩 他其实就是有可能之前跟我们有一定渊源的 或者在这一世就有一定渊源的人 那到底是鬼怕人还是人怕鬼呢 其实鬼怕人更多一点 因为他们是很害怕被冲撞 一般鬼看到人走过来啊 他们都会躲着的 闭着的 不会跟你去正面冲撞 刚不是说鬼比人多吗 那我们怎么避免自己冲撞的鬼 毕竟这个人间阴暗的地方到处是鬼 这个很简单 李先生提醒我们在阳间的人啊 如果我们从午后开始要出门 或者是晚上出门 就尽量的走大道 不要去走旁边的小路 特别是那些比较阴暗的林间小道啊 或者山林里面晚上都不要去了 另外呢晚上走路一定要慢 你不要急吼吼的冲 因为你很有可能急吼吼的 就会冲撞到一个正在溜达的鬼魂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 特别是走夜路 其实是可以时不时就咳嗽一声 或者发出点声音 能让那些飘在路上的鬼啊 有机会及时躲避你 你如果突然撞上一个鬼 那那个时候你阳气不足的 或者本身身体又不好 换季的阶段 你就会感觉后背发冷 一个寒颤 这种情况在晚上的室外发生 通常都是撞鬼了 为什么呢 因为鬼的脚啊 它是有脚的 但是它的脚其实是很模糊 它在路上走的时候呢 就像一团影 因为没有脚又飘得很快 如果你也走得很快 就很容易跟他们冲撞到一起 所以呢你要及时地提醒他们 同时自己也不要走太快 给彼此一个躲避的时间 那为什么人世间会有这种 被鬼调戏 捉弄的 被吓到的情况呢 其实一般的正人君子 他为人坦荡的 阳气族的人 鬼是不带回来招惹你的 他们喜欢捉弄的 或者是喜欢欺负的 通常是那些内心阴暗的 或者是本身阳气不足的 干了一些事情的 鬼是特别喜欢捉弄这些人 因为他们来了也无聊嘛 会找点事情做做 但是也不会做得太过分